我身後有塊導覽板 我介紹一下鹿港老街這附近的景點 我現在是位於民俗文物館 這附近比較有名的景點就是像鹿港老街、天后宮 區巷、摸魯巷 我們就是挑重點去參觀 這就是台灣民俗文物館 就是那個孤家的舊宅 這邊是要門票的 全票130 前面是大門口 前面是台灣民俗文物館 看起來是相當氣派 它是中西市合併的住宅 有一種西方和中方合成的補典 相當漂亮 可惜進那個關門 以後如果有機會可以來這邊參觀 前面是一個町家大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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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核心文創基地 我等一下進去裡面參觀一下 前面是一個杜港演藥文化館 前面是一個杜港演藥文化館 導覽板簡單介紹一下這裡 核心青創基地全身為日治時期 核心警察官律派出所 宿舍群 之前是那個專造建築 火用木頭建築 後來就是有再重新整修過 變成那個核心青創基地 我們進來裡面參觀一下 看一下假日也蠻多人來這邊參觀的 相當不錯的一個景點 又不用門票 相當好 我們要再偷偷參觀一下 看一下這個專造建築 裡面也賣一些咖啡的甜點 這相當不錯 我們要賣一個陶藝啊 時光席座 有相當不錯的地方 還有古早味的 哪些古早味的建築啊 就是啊 租借給那個 一些商家 我昨天賣一些那個吃的啊喝的啊 阿韋斯蘇國人 好一個那個相當不錯的地方啊 哇賽 旁邊你看那個 彩繪啊 相當不錯 這裡面還有賣那個蛋糕啊 甜食啊 哇 還有一個 貓啊 相當不錯的地方 哇 梅金冰棒 現在裡面參觀一下 不是 不是 對 就是 大家會有家購價 嗯 那當然如果說自己家裡面已經有金油或有香水了 當然就不用 哇 布置滿不錯的 上來二樓參觀一下 撩下二樓這邊也是不錯啊 你可以看到這邊 photographers 摸牆 我這邊介紹一下那個摸牆 就是入港 開港後 泉州來台的船隻 宅運布匹跟藥材 來台灣這裡 早年入港有許多翁牆 現在都已經消失了 要保存這大就是卸家翁牆 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看一下二樓這邊也可以 看到這附近那個住宅 老住宅的風貌 看一下這邊的翁牆 這一個陸港不見天街 全容49年1784年的時候 所建立的 在那個 街道的 上方建有屋頂 可使行人避免日曬雨淋 所以稱為不見天街 謝謝 旁邊這個是還有 找一個建築 酒主 旁邊這個是還有 我們看一下這附近 是相當不錯的 有個景點 看一下這邊 前面有個酒驅巷 我們進去裡面參觀一下 看一下酒驅巷是什麼 我身後一塊那個導覽板 簡單介紹一下那個酒驅巷 這陸港古街 到行程 灣區的小巷 這邊有好幾條街 這邊有好幾條街 都是屬於酒驅巷的範圍 像泉州街 葡頭 葡頭 葡頭街 高林街 等等 所以才稱為酒驅巷 我們進去裡面參觀一下 我就是一些比較古早味的建築 我就是一些比較古早味的建築 我看一下上面還有這個 二樓還有一個街道 全都是那個古早味的建築 我宣傳的那個街道 這是一個古早味的建築 荒廢的建築 這條下顏是滿長的 哇難怪叫做那個走驅巷 喔彎彎曲曲的 哇 難怪叫做走驅巷 這邊有一個 茶間鎖 哇 賣茶 哇 這相當不錯啊 非常有古早味 看到前面 哪裡就是那個 Mobile巷 我們等一下進去裡面 參觀一下 噢山頭一塊那個導覽板啊 我簡單介紹一下那個 摩魯巷的由來 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 啊 地理位是在鹿港市區的西南端 就是菜園林 是第二大黃姓聚落之一 它的原有就是清朝的時候 摩魯巷原本是居民排放 烏水寺舊桿沟的水溝 在日據時代的時候 在將水溝加設 紅磚跟水溝蓋 而形成現金的通道 也就是 頂菜園跟下菜園的捷徑通道啊 是大乎人家裡 長公長走的捷徑 長遇到日本女性從此巷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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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電魚 入港摸乳巷 就是它的由來 這邊有一個摸乳巷站 前面就是摸乳巷 摸乳巷 摸乳巷很窄 是因為我只能容納一個人 通過 如果要兩個人通過 就是會碰到對方 所以才會沖回那個 我們這巷道是很窄 這邊還旁邊有 商街 那些東西 裡面又穿有乾坤 這條摸乳巷大概幾百公尺 說長不長說長不長 摸乳巷 這就是那個 出來的那個通道 摸乳巷這邊是一些古街道 沒有古早味 以上視頻就到這裡 感謝各位的觀看 我請出 介紹哪個旅遊景點 喜歡旅遊的你不可以錯過喔 喜歡旅遊的你不可以錯過喔 想要游台灣 歡迎各位訂閱 並開啟小頻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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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